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周邀集了26家厂商举办了征裁活动 将有高达1000多个职缺 其中不少知名企业都寄出了相对高薪要招兵买马 像是鼎台风厨师的职缺月薪上看57000元 香港IT集团征服饰销售员 加上奖金喊出月薪可以达到6万元 而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 全台有184万元月薪不到3万元 有学者就点出了新政府上任的首要挑战之一 就是部分青年低薪的问题 一定要深入探讨 避免贫富差距扩大 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2024总统大选落幕 有学者分析新政府团队上任后 首要面临的是184万人的低薪问题 根据主计总处资料显示 全台受雇员工每月收入未满3万元者 大约有184万人 占比近两成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点出新政府上任的挑战 包括物价上涨问题 如何稳定经济 改善产业结构 以及最重要的解决低薪问题 对局控制调整帮助不大 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拉大以后 这个社会问题就会产生了 新政府他深入于考虑的一些问题 还有专家建议提高产业价值 大学教育增加产学合作机会 双管旗下也有望解决部分青年低薪问题 另外民众也能趁这波缺工潮靠转值加薪 像是北市就业服务处 这周就邀集26家厂商举办真才活动 其中不少相对高薪职缺 像是鼎泰峰料理厨师 月薪上看五万七千元 香港IT集团服饰销售员薪资加上业绩 奖金月薪喊出六万元 总计高达1107个职缺 增加民众转值机会 担饮业跟量饭业 缺工的一个状况 还是会使得低劲侦查情况 持续热弱 部分青年低薪 尬上缺工时代 劳资市场和薪资结构 都持续出现变化 新政府能否聆听基层 人民的心声 做出有效政策对应 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杨宗燕王秋名台北报道